这个朝代,袖子拍得越响亮的人,都是在官场获得最好的人,马蹄袖人于明朝的剑袖但前不为八人行神赐马蹄,所以命名为马蹄袖。 为了让满族子孙不忘其设本领,清太宗皇太极特别强调文武官员的官服一律都要带有剑袖,都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由清朝的覆灭作为结束点。 清朝入关的时候是由满族人建国的由于世外族人满族的很多礼仪都是跟汉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可以说,当时的清朝也是受到很多知识分子鄙视的,但是后来由于汉文化的逐渐熏陶,两族文化渐渐融合去除了很多繁琐的礼仪。 大家在电视剧中常常会看到这幕,一位大臣在向皇帝行礼的时候会拍几下,马蹄袖在跪下行礼我每次都在想,如果拍的不是袖子弑手的话,肯定会疼得要命。 把这项礼仪始终被保留那么,为啥清朝官员要拍几次马蹄袖在恭恭敬敬,得贵? 在地上行礼呢?这里有三个原因,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满清的服饰,还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第一个原因。 女真部后代就是现在的满族,是长期骑马,驰骋,在草原的民族以由木叶为主。 如果满族人和汉人一样身着宽袍大袖子的话那么这是不便于骑马的,身着手腕紧紧裹着的马蹄袖,的衣服,不仅方便了骑射,保证了灵活的活动。 在作战过程中兴变得衣袖便于战场座,战当年的赵武灵王就是如此学满人穿胡服学骑射胡服骑射,就是这么来的。 春秋时期战乱频繁中原人的宽袍大袖并不利于骑射影响发挥。 赵武灵王为了提高自己的军队战斗力,下令学习北方胡人穿扎紧手腕比较式身的胡服,并且亲自带头经过这一实践赵国的战斗力大幅度提高。 袖口由肥大变成了窄小,对于百姓来说是很方便做事的,所以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这种袖子窄小的衣服也成了百姓的日常服饰。 满人的服饰没有汉服那么繁琐且不便宜,而且比较轻巧,易于在动作比较大的活动中使用满人入主中人后,官府对衣服的设计渐渐也像汉人宽袍大袖的趋势靠近循汉人甩袖子。 对汉族文化的崇拜和敬重实际也表现,在甩袖子上,虽然满人没有学到精髓,甩着并不算正宗的袖子但是,这也是作为统治汉人地区的满人对汉文化的意识体现。 第二个原因甩马蹄袖,除了是文化意识的体现,也是为了面见皇帝的时候证明自己是没有携带武器的古人的袖子宽大。 在里面奉有口袋是可以放东西的如果有图谋不轨的人将匕首等凶器藏匿在袖子里。 一图谋杀皇帝那么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袖子中没有藏任何东西,都会通过甩袖子来证明一下并且表示字。 几对皇帝的忠诚久而久之甩袖子,就成了官场礼仪表现,了下级对上级的尊重和礼数。 自然,这也就成了一种流传于大众的礼仪形式。 第三个原因常用两袖清风,来形容一个官员的清正连结。 这里的袖子的,就是甩袖子,也是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清连。 所以要求每一个当官的人两袖清风,古代的官员自然对这方面十分注意。 甩袖子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公正无私和清连,纵观历史甩袖子发展到最后, 只是做给皇帝看的表面功夫,没有什么实质性用处。 因为最能腐败的贪官往往秀子,拍得越想,我们反观清朝的和深道光时期的穆章啊,都是名垂青史的大贪官。 可是在皇帝面前秀子去拍得啪啪想可以说,那个干净那个利落,不得不让人佩服起脸皮之后,让人佩服。 拍秀子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身在官场对这种小细节,也是要非常的一丝不苟。 拍秀子要考虑很多例如如何拍秀子,拍得响亮拍得让人一听就心情舒畅,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拍秀子发不出声音的人一般,都是官场的新人对官场规则还不熟悉。 秀子拍得响亮的人,都是在官场活得如鱼得水的人,但是这毕竟是表面功夫。 拍得再响亮也只能从表面上忽悠皇帝和文武百官一味只注重表面形势,的做法是走不了多远的最终。 这种只注重官场戏派的风气,也让清朝步入了死亡的深渊,直至消失在历史之中。 反观今天,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不能光做表面功夫,表面功夫做得再怎么完美,都不如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件事。 其实做人做事,也一样做一个实在的人,做实在的事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这不仅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更是我们现在的做事准则参考资料。 清初一刨是样有几大特点,明朝的剑秀。 之后,是的,小了性 Wert五刚y的第一个是起意的第10位到这里。 贝尽的这俄会认为四esteet